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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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高龄说 以后就跟我吧 保你衣食无忧 高龄以为这下苦尽甘来了 没想到 他被卖到了青楼 他虽然不愿意 但也没有办法 否则自己活不下去 在青楼里 高龄不但学会了青楼女子该有的记忆 也改变了他的一生 1937年7月7日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 北平虽然很快沦陷了 但治安还算是比较好 高龄所在的青楼 每天还是灯火辉煌 也就在这个时候 年轻美貌的高龄 被大汉奸王克敏看上 想要娶他为妾 但是高龄却不愿意 因为王克敏当时已经六十岁了 而且他还是个汉奸 高龄虽然读书不多 但是这点常识还是有的 但是在当时高龄只是个手无腹肌之力的作女子 实在无法跟王克敏对抗 很快就被王克敏霸仗 成为了他的小老婆 自此之后 高龄的人生发生了巨大改变 他跟着王克敏借助日本人的势力 大肆侵斩不义之财 但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维持太久 1944年 随着日本的节节败退 王克敏为了自保 便四处奔走 寻找靠山 只是靠山没有找到 王克敏就却被戴笠给带进了监狱 他知道自己的已经时日无多了 于是就在狱中服毒自杀了 而高龄则跑到了香港 隐姓埋名地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 在香港的时候 高龄的于善使 而且为人和善 有好 让人感觉非常的亲切 而在他83岁零中前 跟朋友说了一个捕手了几十年的秘密 他以前是大汉奸王克敏的老婆 但是却没有人相信他说的话 这样一个和善的女人又怎么会跟汉奸扯上关系呢 高龄死后家人按照他的遗嘱 把他的所有钱财都捐给福利院 把他的骨灰洒向大海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我们下期见